机车停在慢车道上 前方一辆小客车违规并排挡路 按喇叭示意 小客车没反应 骑士再下猛药 连续近40秒的喇叭声 最后小客车才切出去快车道 只是占用慢车道又违规并排 事后逃不过骑士 简决举发 同样在台南 因为挡住去路火气不小 你把他车马入下来啦 快 快 坐在车内的驾驶疑似不满 被提醒车子挡路 造成后面塞车 但驾驶觉得没有停在红线 不认为自己有错 互相录影反搜证 地点在台南的育农路 附近有知名的牛肉汤店 由于规划的停车场格位有限 驾驶排队等路场 却造成并排 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没有款式啊 因为那个停车会才几个 你塞车的话 他变成说 那个台几个 叫在那边等啊 等一台出去再进来啊 或民众报案记录 令影片中车辆违规停车行为 第55条第一项第四款 不仅靠道路右侧临时停车 虽然小客车不是违规停红线 但为仅靠道路右侧临时停车 可处三百到六百元罚还 韬客想吃美食 延伸出来的停车乱象 光是今年开始到现在 运农路段违规停车取缔136件 美食当前先停好车 避免又额外伤了荷包 TVBS新闻顾首昌谈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